输出公式 最后我又加一个Ranch 这个范围告诉他 有没有 然后点Lamber Formid Logo 然后后面就是等于0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虽然只有一行 但是还蛮好用的 那以后如果你的范围很大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范围做调整 里面的数字可以自己去调整 蓝列 自己再去改一下 那个范围 范围一定是连续的 你不能中间断掉 断掉就不是范围了 然后后面加一个Lamber Formid Logo 不过如果你背不起来 像我的习惯 我也不太背 反正我这打个N就可以了 其实他也会自动提示 除非说你前面Ranch打错了 不然的话理论上 这后面应该会自动提示 然后你就怎样 等于后面加上什么 整数的话就直接是一个0就可以了 如果是第二位 第一位就点0 点00 就差不多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要放什么的话 我刚刚有做过 按右键出现格式 找到制定就可以了 放过来 就可以达到Lamber Formid Logo的目的 另外如果你那个范围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把这27 把它变 塞这个进来也可以 OK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反正这个也是可以做成范围是变动的 然后就是再来就清除 把这个清除放上面 再来就是输出月考 就是不是公式而是最后的结果 那问题呢 我们刚刚 这个地方是放一个公式进来 但是如果今天不要放个公式 我是希望在这边做完之后 直接丢到这个除成格里面 怎么样做完 丢到除成格里面 那其实主要就是把刚刚 我们这个公式的概念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丢到 然后在VBA里面做完之后 再输出 不过比较像是 这个刚刚这个用公式的方式来做 比如说D13 你会发现 E13 F13 那这个13下一个就变14 15 16一直往下 那这个是不会动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第一个是D13乘上D11 下一个变D14乘上D11 一直类推 所以其实以后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如果会变动的话 我用Sales 如果不会变动的话 我用Range OK 特别注意 这有个概念 你头头头你常常说 老师Sales不是也是储存格 Range不是也是储存格 那为什么你有时候用Sales 有的时候用Range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它会变动的位置 我用Sales 如果它不会变动 我用Range 我大概是这样的习惯 那我怎么写呢 如果要把这个公式变成VBA的程式的话 基本上 假如你其实公式做得出来 其实VBA就写得出来 只是说你们可能要做一个转换 转换的方法 我这边写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放这边 慢慢来 OK 写的方法就是 你就看这边 把它转换一下 第一个是 D13 D13 你特别说会变动 所以你就打一个Sales 他13会变成4 15 16一直到27 所以请你先用列 I 那哪一栏呢 就D栏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会变动的D13 那我的习惯 就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OK 那如果不会变动的 诶 层上 所以一样是层 加点层都一样 那不会变动的 因为有数一个钱的符号 那我就用Range 其实只要以后你这个范围 是有数一个钱的符号 那我通常用Range Range怎么表示 其实非常简单 Range比较好表示 就D11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了 两边记得 以后如果你只会公式 那你应该就写得出VBA了 后面的话再加上什么 后面公式加 那因为呢 这个后面的 这个公式呢 E F 其实就是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贴到这边 这边把它改成E 这边把它改E 那后面的话呢 再把它复制到后面来 那这边把它改成F 这边把它改F 诶 诚式就大功告成 所以有的时候 反正观念清楚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吧 上面的 其实如果你写得出这个公式 你就应该写得出这个VBA程式 其实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像我写来写去以后VBA 就类似用这种方式来转换一下 所以你会Excel的人 你只要把这些规则稍微记熟 以后就这样转换就可以了 几乎无往不利 没什么问题 所以你说老师你怎么写的 我就照这个规则 反正有点像 有点像翻译吧 把它翻一下不就OK了 程式一跑它就自动化了 所以以前你会用上面的方式 上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就会下面的 OK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然后我们就执行来看看 它就可以帮我把这个结果 丢到前面这个储存格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把它缩小一下 先清除执行一下 OK它就出现 那里面就是最后的结果 丢过去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VBA 我们刚刚的部分 待会的话 我们做完这个部分之后 再请各位切到三米夫 就我刚刚讲的三米夫 如果你要做报表的话 应该一定要学会三米夫 或三米夫S 为什么 因为你最后 比如说你要计算 这边部门里面 因为它这个部门 分好几个部门 那你要加总的不像以前 全部加在一起 你要分 如果里面是销售 不帮我加起来 里面是开发 不帮我加起来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基本上 你就必须要 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就是要用 那个三米夫 三米夫去完成 那特别注意 三米夫S 我刚刚讲过 因为目前部门一个条件 你就用三米夫就好 但是未来如果不止一个条件 可能除了部门之外 还有地区的话 那你就可能用三米夫S OK 多条件的话用三米夫S 那我们用三米夫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有三个格子 那这三个格子 基本上你可以把上面两个格子的 这个参数当成一起 它意思是说范围 criteria就是条件 这个是要加总的范围 所以基本上 range意思就是说 你要判断的那个条件 你要判断什么 判断是哪个部门 所以部门告诉他 这个范围给他 criteria就是说 我要加总的是什么 销售部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那个销售部 三个字把它打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这个销售部 OK 输入上去 销售部 OK 然后移开之后 会加那个双银号 再来的话 some range指的是 你要加总的话 在哪 叫奖金 这样的话 把它按确定 4500 对不对 销售部 这个 这个 再加这个 加起来就刚好 4500 那如果开发部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公司复制一下 取消 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什么 开发部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就2500 对不对 开发部 这个加这个 2500 没错 另外的话 三米福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要判断的是数字 而不是什么部门的名称的话 你可以怎么 这边插完 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 三米福 Range指的是 你要判断的范围 要判断范围就是 它的销售金额 那criteria 刚刚是哪个部门 这个地方如果是数字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 大于 5万 如果 它的销售金额 大于5万的话 帮我找出来 并且统计 它的销售人员 some range 把这个加进来 特别是它除了一个名称之外 你也可以在这个前面加上 大于 小于 等于等等的叙述 OK 按确定之后 你可以把销售人员找出来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那个VBA部分 第二个的话 就再看一下三米福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三米福大概知道 这个相关的参数的使用之后 待会我们还有其他的练习题 待会再来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等会订阅 转发了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感谢观看